最近,我到了那個香港大陸有蠻多的地方 然後很多人都在問我,問我說 為什麼沒辦法一次就完成法術 那我也好像經常都跟人家講 我們人要掌握天使地利人和 然後我們當法師的人 他是完全沒辦法幫助人家去做人際關係 去做人和的這部分,去經營人脈 就好像感情,我沒辦法替你談戀愛 然後你的事業我也沒辦法去替你做法師 法師怎麼有辦法?肯定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都跟他們講說,這個人際關係跟人脈 還有你們自己的身體健康,要你們自己去運動啊 有的人在家裡他不出門 你怎麼樣對你的身體會好勒? 你坐在家裡錢也不會掉進來 錢不會天上掉進來的 你要做事業這樣也不行 你的愛情的經營也是一樣 都是要去靠你的人際關係跟你的溝通能力 不是坐在家裡,他就會回來 所以我們就講到人和這部分 所以我們通常中國人都有講一句話 以和為貴 這個貴就是貴人 不管你的健康,你的感情,你的事業,財運,生意都是一樣 要以和為貴 貴就是貴人 我們說無鬼運財 無鬼運財是什麼? 其實是無貴運財 五方貴人的運財,不是那個真的鬼 聽懂嗎? 聽懂嗎? 你聽懂嗎? 以和為貴 以和為貴,這個是最好的 最好有一種就是家和萬事心 家裡不能吵吵鬧鬧的 一定要孝順父母 我經常跟我的徒弟講說 孝順父母,敬勞尊賢,尊師重道 講到尊師重道他就不理我了 真的有人就會不理我 狗都不理我 狗不理 到天津去的時候狗就不理 所以一定要記住家和萬事心 這樣我們要保持家和萬事親 以和為貴 那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心平氣和 一個人如果是心平氣和的時候 他才能夠和氣生財 和氣生財 這個都是中國人所講的 並不是我們這個當法師的人 自己編出來的 以前的成語就有這些話 所以人際關係 人和跟我們的心 心是有關係的 跟我們的運是有關係的 我們的心靜了一變 心一轉念一轉化